OK, you marries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OK,所以 你们还是可以唱诗 很喜乐的唱诗 早上今天早上 我不是要躲去 你们唱诗的喜乐 你们可以唱 万物都告诉我神是爱 对不对 我神是爱空气中我能体会 你可以唱诗诗歌 你可以大声的很高兴的唱诗诗歌 你知道空气中你可以体会上帝之爱 万物都告诉你神是爱 但是有一个钥匙 有一个条件 你这个有一个钥匙 才能够进那个门 那个钥匙就是耶稣 耶稣是门 你从那个门进去 你就可以哇 你可以知道 OK,那 所以还有 那我说 这个 我 阿奎纳 也提到 一般启示跟特殊启示 Nature and Grace 加尔文也用 一般启示特殊启示 路德也用一般启示特殊启示 他们都用这个 可是他们用的 用词 的定义不一样 阿贵纳 的特殊启示是 是教会 天书教 加尔文的特殊启示是 圣经一本书 路德的特殊启示是 一个人 OK 所以万有都告诉你 上帝是爱 太初有道 OK 太初有道 我们都知道 可是 中国人知道 道可道 非常道 明可明 非常明 你找不到那个道 你找不到那个道 你可以知道 有道 太初有道 你可以知道 可是道可道 非常道 明可明 非常明 可是道 变成肉身 实实在在的 有血 有肉 一个人 你才能够知道 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 你可以知道上帝存在 大概 可是你不知道 他是什么样的上帝 你也不知道 他跟你的关系 对你的态度 对你的看法 是什么 耶稣 你看到耶稣 你就是知道 一切 你说 你需要知道的 你看见耶稣 你都可以知道 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 OK 所以 如果路德 OK 教尔文说 这本书 是上帝的特殊启示 上帝给我们的启示 我们可以知道上帝 路德他说 上帝的特殊启示 不是一本书 不是一个人 所以这样子 有人说 路德对圣经 路德对圣经 好像看得不是那么 百分之百肯定 不是那么百分之百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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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圣经 这个不是 这个不是上帝的启示 所以这个我们今天下午 还有明天下午 我们要 我们要 用三个 三堂课 要讨论 路德对圣经 的看法 路德肯定不肯定 圣经是上帝的话 中文 圣经 第一章 太初有道 这个道是中文圣经的翻译 这个很久 我很喜欢中文中文那些学者 19世纪的学者把圣经翻成中文的时候 他们说道 太初有道 其實那個道,希臘文是word,the word 如果你嚴格的翻譯,太初有字 中國人會覺得奇怪,太初有字 可是這個因為希臘則學,logos 他們用logos,word,就等於是老子用道 這個道是一樣的意思,是一個很神秘的東西 他們知道,the word 在這個宇宙裡,the word 就是一個很神秘的東西 他們也知道,道科道非常大 但是問題是,到底路德對聖經的看法怎麼樣? 有人說路德沒有那麼肯定聖經的權威 沒有那麼肯定聖經的重要,沒有那麼肯定聖經是神的話 因為他說耶穌是神的話,所以說到底路德對聖經的看法 所以今天下午,明天我們都要討論 有一本書,這個三個chapter 這個三個chapter是有一本書 一個英國神學家,叫做Skevington Wood 非常非常好的一個神學家 他寫了一本書 Captive to the Word 路德說,路德說 如果聖經說什麼,我就相信什麼 所以路德的聖經沒有什麼系統 其實他有系統 但是當時賣署罪券 開玩笑 聖經跟聖經有很大大的衝突 特別是跟福音有很大的衝突 所以聖經沒有說這個 赦免罪可以用買的 可以用買的 這個得到罪的赦免,開玩笑 所以路德對聖經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可是問題,問題可是 關鍵性的最要命的問題 不是說聖經是什麼樣的一本書 對路德對聖經的看法 這個底下有一個更重要的問題 不是說聖經是什麼樣的一本書 是上帝是什麼樣的上帝 他說這個對路德 這個路德所有的神學 都是最關鍵性的 最要命的問題 上帝是什麼樣的上帝 我可以知道有上帝 大概有上帝 坐馬萬有 去阿里山看到雲海 可是他是怎麼樣的上帝 他對我的看法怎麼樣 他跟我的關係怎麼樣 所以這個是最要命的 如果這個問題沒有答案 他說我就完蛋 所以我可以鬧 另外一個神學家 也是一個英文 Philip Watson 他有一本書 Let God be God 就讓上帝來做上帝 這個也是講馬林路德神學 OK 所以路德對聖經的權威 對聖經的 有的比較基要派的教會 一直講 聖經的五物 沒有錯誤 沒有錯誤 所以路德有沒有肯定 這樣子 路德說聖經是有權威的 100%權威 所以聖經裡面沒有任何錯誤 可是這個問題是牽涉到 我們看聖經裡面 路德對聖經最擔心的問題 路德對聖經最擔心的問題 不是說耶穌什麼時候 解禁聖殿 你們記得耶穌 聖殿那個 那一個 那個 就 翻桌子 就 搞得很生氣 就打了他們 你們記得 耶穌 解禁聖殿嗎 記得嗎 OK 马太马可路加说 耶稣解禁圣殿 他一开始出来传道就解禁圣殿 约翰说 耶稣快要定十字架 最后一个礼拜进去解禁圣殿 到底路的什么是解禁圣殿 这样的问题 很多人都在讨论 不知道这问题怎么解决 那对路的这些问题不是那么重要 不是那么要命 OK 他说 或是说犹太人在巴比伦有多少年 在巴比伦有多少年 应该是 70年 可是有人算是60几年 有人算是70几年 看不同的宣誓书 有些不同的答案 路者觉得这些问题不是那么重要 不是那么重要 数学问题或是什么 不是那么重要 OK 但是说圣经 有没有自己里面有没有什么矛盾 有关 不是那个information 那个资讯 不是那个圣经里面的资讯 但是圣经的 所传的信息 有没有矛盾 OK 那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这也是因为圣经里面 传的信息有没有矛盾 我1966年 去台湾 做宣教师的时候 那不是第一次 我第一次去台湾 是1959年 你们大部分的 都没有 那个时候还没有出生 OK 1959年 可是我1966年 我去台湾的时候 有一个我在美国有个朋友 也是读研究所 他读研究所 他是念宗教比较 宗教比较 OK 所以他要 他写信给我 他说他要我去 帮他买一些资料 他读研究所 他要研究 不同的读教 所以他要我去找一些 佛教的一些书 要寄回去给他 那么我需要 所以我需要去一个庙 我去一个庙 我庙里面就碰到一个老和尚 在那个 其实那不是一个庙 是一个庙旁边的一个文字中心 我就在那边买东西 我就碰到一个老和尚 OK 那个时候我刚去台湾不久 我在台 我在当兵的时候 已经学一年半的中文 所以我多少少可以讲 一年多中文 所以这个和尚 他是什么 他是这个老和尚 从中国大陆什么地方来的 他的口音很重很重 我几乎听不懂 他说什么 可是他知道我是宣教师 哦 他就很有兴趣 要跟我讨论 讨论 讨论 他说 他也对圣经很有兴趣 他也对圣经很有兴趣 那么 甚至他说 他写了一本书 叫做了解圣经 OK 了解圣经 你们会不会很好奇 他这个老和尚 他了解圣经的秘诀 他写一遍书 了解圣经的秘诀 了解圣经的秘诀 你会不会很好奇 知道他的秘诀是什么 他是一个老和尚 OK 他说他研究 他花很多时间研究圣经 就要新约 他说他有个了解圣经的秘诀 就说圣经的圣经里面 有两个神 旧约有一个神 新约有一个神 不同的神 OK 那这样子就圣经很容易了解 旧约的神很可怕 很凶 很有愤怒 就把世界的人不顺服 就把他们毁灭了 那新约的神就是很有慈爱 很有慈心 很有恩典 就圣灭我们的罪 所以他说你如果了解圣经 你需要了解圣经的秘诀 就了解圣经里面是两个神 OK 那这个当然这样子 如果说你接受他的秘诀 了解圣经的秘诀 那圣经很容易 很容易 很多问题就解决了 对不对 很多问题就解决了 两个神 可是 其实我们也知道 只有一位神 只有一个上帝 所以OK 所以OK 所以 看起来有的时候 我们觉得圣经里面 有很多保断 很多冲突 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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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 跟那个地方 有冲突 有某种 那 OK 那 第一个 路德非常肯定 圣经是一本书 路德说 圣经的同一性 The unity of the Bible The unity of Scripture 圣经的 所传的信息 没有矛盾 圣经是一本书 那 虽然 看起来圣经的 文字 圣经的 圣经的 文学 有 有 可能有四五十个 不同的作者 但是 他说 圣经是一本书 OK 一本书 OK 那 这个 一直到 今天 二十一世纪 很多 很多的神学员 也 把圣经 里面 很多不同的作者 有不同的文题 就是说 在神学里面 有很多课 约翰神学 马太神学 路加神学 旧约神学 新约神学 伊萨亚神学 很多 就说 就说 就有 有一点不小心 把这个当作 好像 这几个人 好像 是一些 好像 城里面 很多 不同的书 不同的作者 可是 路德说 一本书 而且 圣经的 作者 是上帝 OK 所以 路德也很肯定 圣经 也是上帝的 特殊 他也接受 加尔文的 这个特殊 启示 OK 可是 他说 你要了解 圣经 你必须承认 有一些地方 看起来 是有一些矛盾 所以问题 你要知道 旧约是旧约 新约是新约 OK 律法是律法 福音是福音 你如果能够 了解 这个 这个 四点 律法 跟福音 律法不是福音 福音不是律法 OK 旧约是旧约 新约是新约 旧约不是新约 新约不是旧约 OK 他说 如果你不了解 这两点 很多很多 很多矛盾 很多问题 这个你会觉得 没有办法了解 因为 有时候 你打开圣经 你看到 这个地方 上帝就是要定 世界上 所有的人的罪 使他们灭亡 那 你看到 打开圣经 打开到别的地方 好像 上帝教 怜悯 所有的人赦免 他们的罪 就饶恕 有的时候 你看圣经 好像说 我们得永生 是要完完全全 百分之百 遵守律法 才能够得永生 然后打开别的地方 看圣经 说 我们得永生 跟我们的行为 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 所以说 如果你不知道 就有新约 如果你不知道 律法 和福音 你会 你会觉得 圣经是一种 封锁的书 你没有办法 没办法看 看到彼得 自己 亲自听过 耶稣说 在人的面前 不认我 我也不认他 我不要他 OK 我就不要他 那彼得 不认耶稣 三次 他以为 他已经 完了 他已经 在这个团队里面 没有他的份 他就觉得 已经没有 没有机会 然后 这个 耶稣复活 又 彼得 见到耶稣 耶稣 他想 你跟我的关系 一点 一点改变 都没有 一点都没有改变 你还是我的 我主要的同工 所以我们觉得奇怪 我们觉得 其实有时候 我们觉得 不可思议 我们觉得 这个圣经里面 有太多 太多的 太多的 矛盾 不知道 怎么说 圣经是一本书 OK 所以OK 所以回到 OK 第一个 他说 你要知道 旧约是旧约 新约是新约 你要这个旧约 可以 录得 旧约跟新约 的不一样 不是律法跟福音 旧约跟新约的不一样 不是律法跟福音 因为旧约里面 也有福音 也有很多的好消息 创世纪第四五中 亚伯拉罕信神 这个就算是他的意义 音信称义 OK 亚伯拉罕信神 这个算是他的意义 音信称义 所以有福音在旧约里面 不只是有律法 新约里面 也有律法 新约里面 不只是福音 新约里面 也有律法 而且新约里面 有的地方 讲的律法 比旧约的律法 还更 严厉 更可怕 你知道新约里面 讲的最可怕的律法 是什么地方 你的印象 新约里面 新约里面讲的最可怕的律法 是什么地方 知道不知道 是起实录 是不是在起实录里面 是在起实录里面 那个也不一定 当然起实录这个看到这个 也是蛮可怕的律法 可是还有一个 这个是比较政治方面的 政治方面的 这个 这个 不同的国度 有罗马帝国的国度 跟天国 但是 个人 我们个人遇到律法 我自己福利的 遇到律法 在新约里面 有一段 最可怕的律法 比旧约的律法还更可怕 你们都 都没有注意到 新约里面 马太福音 第五六七章 登山宝训 耶稣说 你们听说 不可杀人 可是我告诉你们 你对人生气 你对人生气 你就骂他 我说辣椒 不是辣椒 辣椒 我说辣椒 你骂他 发生这个 你骂他 你已经 等于是杀过他 跟杀他 你骂他 不会比杀他 还比较轻一点 你已经犯了杀人的罪 耶稣说 你们听说 不可 接你 可是我告诉你 你看到一个漂亮的女孩子 你就动了 这个引念 你已经放了 放了杰 哇 这个可怕 比旧约的律法 还更 更 更 吓到人 所以说 所以旧约跟新约的 不一样 不是律法 很有福音 旧约里面也有福音 新约里面也有律法 OK 这个我们等一下会到 但是说 有一个谜 有没有听过 英文有一个谜 The new The new is in the old concealed The old is in the new revealed The new is in the old concealed The old is in the new revealed 你听过这个谜 没有没有 OK The new 新的在旧的里面 就隐藏了 可是旧的在新的里面 就显出来了 OK 这个是新约跟旧约 这个谜 这个谜 新约跟新约 旧约跟新约 OK 所以 OK 所以 他说我们是用旧约 去了解新约 也用新约 去了解旧约 OK 这个是他说 你要知道 你可以用 你需要用旧约 才能够了解新约 你需要用新约 来了解旧约 OK OK 因为在 因为 OK 路德 其实路德 他讲旧约 他讲旧约 他 他 他们 那个时候在 聖学里面 都是用拉丁文 用拉丁文 所以路德 写了很多东西 也是用拉丁文 这只是路德 比较兴奋的时候 他就用德文 但是他比较 比较冷静的 这个 讨论 聖学 他也是用拉丁文 OK 那可以 所以 所以他说 他用 他用 Graphet Graphet 就是script Graphet 意思就是写的 写的 这个是旧约 他用Graphet 来 来 他指着旧约 说Graphet 他指着 新约 他用 Kerygma OK 德文是 Shrift Shrift 就是 The writing 就是旧约 然后 新约 是preaching Predict 德文是 Predict 是preaching OK 现在 其实 因为在那个时候 在耶稣的时候 旧约已经写下来 已经有写下来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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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 有几卷書 40 40 40 新约27 66-27 我的数学 我的孙子的数学都比我好 OK 反正就是旧约 旧约已经都写下来 写下来 从创世纪一直到 马拉基 一直到 马拉基 一直到 马拉基 OK OK 已经写下来 可是在初代的教会 他们的新约还没有写下来 记得吗 他们的新约还没有写下来 他们还是信耶稣 他们还是很兴奋的 就跟说耶稣 做主的门徒 OK 那时候还没有 还没有 还没有新约 所以路德 他比较喜欢用predict 用predict 用kerygma 就是信约是用说的 你们记得马可福音 是怎么写的 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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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型 怎么有一个马可福音 你们记得不记得 你们都不知道 OK 马可 马可 本来是谁 他不是十二个门徒之间 不是十二个使徒中间 马可是一个年轻人 那个时候非常年轻 很年轻人 可是后来他就变成一个 他就变成彼得的助教 彼得的助教 OK 彼得的助理 OK 不是助教 助理 我念念就说 彼得的助理 OK 彼得出去讲道的时候 彼得出去讲道的时候 有一段时间 马可 就在他的旁边做翻译 为什么 因为彼得不会讲国语 彼得不会讲国语 他是没有受过教育的 他是 他是 他就是 一个语父 他不讲国语 他讲 他讲本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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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讲 所以马可是年轻人 受过教育的 马可是年轻人 所以那个时候的国语是什么 是希腊文 对不对 那个时候罗马帝国的国语是希腊文 马可是年轻人 受过教育 所以彼得出去讲道 他用 这个犹太文 犹太人 这个 这个讲 然后彼得在旁边 都翻译 翻译 翻译过语 普通话 翻译 希腊文 所以然后呢 所以 最早 是用讲这个福音 新约 最先 都是用讲的 不是用写的 可是然后马可 马可就做彼得的助理 传道 然后呢 就跟他 马上彼得在一个地方讲道 然后就看到有一次 有一次我们在会堂里面 有四个人 我们就 我们的老师耶稣 就讲道 讲道 一般 我们听到天花板 有声音 从天花板有声音 有人锯一个洞 然后就 四个人就 就把 让一人掉 不是掉下来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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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下来 就 就 哇 就很兴奋 那 那彼得讲这个 很兴奋 马可就 就翻译 过语 OK 普通话 所以 然后呢 差不多 差不多 六十 六十 六十几年 六十 六十 四年 六十 大概六十四年 彼得 就被抓去 做殉道者 他就被定在十字架上 他 他倒定了 你知道 彼得就倒下来 定在十字架上 他自己 他说他不配 不配定十字架 跟耶稣 他说你把我倒下来 他定十字架上 倒下来 定十字架上 彼得就死了 大概 大概六十 六十四年左右 然后呢 在六十六年左右 在罗马就出现一个小册子 就出现一个小册子 就开始传来传去 叫做 耶稣基督的福音 耶稣基督的好消息 那个小册子是什么 是马可福音 马可福音 这个为什么 这个彼得 马可是彼得的助理 然后呢 彼得就定死 死在罗马 那看到马可就说 哎 我的老师彼得就死掉了 马可可能就像这些人 可能也都会死掉 一个一个都会死掉 那这个东西 需要有人写下来 如果不写下来 就快没有 所以他后来写 他用他的记忆力 他用马可用这些记忆力 把彼得的讲道 写下来 就整理整理整理一个 很有顺序的一个 有时间顺序的一个 一个耶稣的故事 所以就有马可福音 第一个福音书就出来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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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丁路德 他说 旧约他叫做 graphé 他叫做 schrift schrift the writing the writing 然后新约他叫做 predict the preaching OK OK the preaching Now 所以OK 所以他说 你要用旧约来 了解 新约 需要用新约 来了解 旧约 OK 所以他说 而且他说 主要的旧约里面是上帝的应许 很多promise 很多很多应许 那在新约里面 看见那个应许的实现 应验了 实现了 OK OK 那可是他说 路德他说 旧约新约 旧约 没有任何的矛盾 没有任何的不义 没有任何的contradiction OK 他说 旧约 他都是上帝的话 都是上帝的话 而且 他非常非常肯定 非常坚持 圣经的五物 所以如果有人告诉你 马丁路德 福音圣经 不那么 不那么肯定 圣经 路德讲过一句话 这个 把他福音上帝 他说 人活着 不止靠食物 要靠上帝 所说的一家话 OK 那个希腊文 那个原文 那个希腊文 不是一家的话 那个希腊文是 人活着是靠上帝 口里所 出的每一个字 OK 所以路德 他说 如果你不相信一个字 你全部就不相信 所以他非常肯定 每一个字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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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所以问题 可是 路德 OK 那我说 路德 他不是系统神学家 他说救火神学家 他就 哇 他就 他有时候 他就讲话 或者他就写信什么 OK OK 那 所以 有的时候 路德又 又讲过一些话 比如说 他 有人 有个人说 雅各 雅各苏 雅各苏 那么他说 雅各苏 那是一个稻草的苏性 稻草的苏性 他说 路德讲过一句话 他说 如果有人能够把雅各跟保罗和睦起来 那我就 我的博士帽子就送给他 OK 所以有人说 路德 有人说 问题可能不是圣经的同一性 可能是路德的同一性 好像路德 有时候讲了 你不相信一句话 你不相信一个字 你就全部像一个 可是另外 他就很随便说 雅各苏是一个稻草的苏性 如果有人可以把雅各跟保罗和睦起来 我的博士帽子就送给他们 所以问题是 到底路德自己的同一性 OK 有没有同一性 那我就想 我们怎么去了解路德讲过一些话 OK 第一个 OK 第一个 你们要记得路德讲的每一句话 都有人写下来 路德在路上 在路上跟他的学生一起走 在路上 别人 有人在他后面 跟着他后面 他就拿一个小本子 他讲的每一句话都写下来 路德讲的每一句话都宝贵 路德在饭桌上 讲的每一句话都有人写下来 因为那个时候 他们吃饭的时候 他的太太很辛苦 因为他们吃饭的时候 很多很多他的学生 神学院的学生 他们都跟他们一起吃饭 他太太很累 我想 可是路德在饭桌上 晚上吃完饭的时候 他讲话 随便聊天 他们就拿一个小本子 就把他讲的每句话都记下来 因为他也很宝贵 所以他 如果有人可以把雅各 跟保罗和睦起来 我的博士帽子就送给他们 他那个是在饭桌上讲的每一句话 那我觉得路德就这样 路德蛮倒霉 我觉得如果我在饭桌上 讲的每一句话都有人写下来 我觉得我也 我也很倒霉 OK 所以这个 有时候他就聊天 随便聊天的时候 就是OK 这个是第二个 那么 不要忘记 当时 他们还在讨论 他们几个 教会改革运动领袖们 路德加尔文 莫乱敦 这些指令 他们都讨论 到底圣经里面 应该包括哪一些书 哪一些书卷 因为当时 16世纪 天主教 有很多 有好几本 好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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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 好几卷书 在新约 旧约新约之间 好几卷书 后来 他们改革 运动领袖们 他们不接纳 他们不接受 一直到现在 一直到现在 天主教里面 新约之间 有好几卷书 他们有 我们基督教没有 所以在这个时候 他们就决定 有哪一些书 我们就肯定 我们就接受 后来他们就回到 教会的教父 这个第三 差不多 第四世代 第四世纪的 一些神学家 他们就列出 我们所常人 接受的书 就是我们现在 整个圣经 就要新约66卷书 我们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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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这几卷书 所以 所以他们就讨论 这个后来 天主教有些 加进去的 加进去 他们就 这个 他们说 是很 是很 有价值 可以参考 可是那个不是上帝的话 他们就不接受 他说可以参考 一些也不错 参考书 但是他不加进来 所以 他们就 所以 这个时候 他们就 他们就讨论 他们 他们怀疑 不只是路德 加尔文 也怀疑 西伯来书 要不要包括 在圣经里面 犹大书 启示录 我要不要包括 在圣经里面 他们都 都 都 OK 彼得 彼得后书 他们就 考虑考虑考虑 后来 他们决定 我们的正典 他们决定 这些雅各 西伯来书 尤大书 他们决定 OK 从决定以后 路德 他就决定 如果大家决定 我也接受 所以他也 他也承认 雅各书 也是属于正典 所以 那就没有问题 OK 可是他还是在 范座上 然后就跟他们 了解 你们如果 可以把雅各 跟保罗和木 起来 我把我的 波士帽子 就送给你 OK 所以 OK Now 其实我 我自己想 这是我自己 我个人的想法 其实路德 讲过 类似这样的话 我自己 猜 这个路德 也很谦卑 很谦卑 他说 理论上 这个都是 上帝的话 决定 我们的 声音 包括这 66卷书 我就 OK 我接受 他们都是 上帝的话 但是 我做 神学家 我觉得路德 很谦卑 我想他 我做 神学家 还没有 到那个程度 如果你们 可以把 雅各 跟保罗 合不 起来 我的 波士 帽子 我就 送给你 所以 这个是 他的谦卑 我还没有 做 所以路德 他就 承认 我还没有 我还在 努力 我还在 学习 我还在 成长 我就 还没有 做到 那么高的 一个 神学家的 程度 OK 我想他 大概是 这样 OK 所以 但是 OK 所以路德 也这样子 他这样子 也教他的学生 他说 你看圣经的时候 你看圣经的时候 如果你看圣经 如果你看到 你看到一个地方 你看圣经 你看到一个地方 你要 OK 他说 他对学生 都是传道人 他说 你看到圣经 你看到一个地方 你没办法解释 你不懂 你觉得 这个地方 跟那个地方 有冲突 有矛盾 你看到一个地方 你没有办法解决 他说 你就把它 合起来 明年再来看 或许 明年 就 有成长 有亮光 你可以 怎么解释 其实我也一样 我相信圣经 每一个字都是圣经话 可是 有的地方 我也不知道 怎么解释 我就 我就决定 先不讲那一段 OK 我就承认 我还没有 还没有到那个程度 我可以跟我的学生说 你们如果可以做的话 我的博士帽子就送给你 其实我的博士帽子 也不值什么 没有什么 我的博士不是神学 我的博士是心理学 所以 我跟他说 OK 但是 OK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路德 他承认 我解释的能力 还没有到100% 我都不知道 但是如果 我碰到一段 圣经 我会解释 如果这一段 跟另外一段 至少 我看到 你就把他 敬个礼 把他敬个礼 然后呢 摆在一边 说不定明年 你会知道 怎么解释 我觉得 他谦卑 OK 所以如果 你可以把 雅各 跟 跟保罗 合不起来 你比我还更厉害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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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OK 那 还有一个观念 还有一个观念 道成 道成肉身 他说 你如果能够 从道成肉身 最了解圣经 耶稣 百分之百是人 对不对 耶稣百分之一百是人 可是耶稣百分之一百 是上帝 OK 那这个逻辑 这不可能 要么是人 要么是上帝 怎么说 百分之一百 是人 百分之一百 是上帝 不可能 但是圣经 是这样说 那我们就相信 OK OK 所以OK 那 圣经 百分之百 是上帝的话 哪一个字 百分之百 也是人的话 OK OK 路的他说 你要抓他 所以我们可以研究 路加神学 约翰神学 保罗神学 就越神学 新学 我们可以研究 我们可以知道 百分之百 是人的话 百分之百 也是神的话 OK 比方说 比如说路加 路加记载 来那个 邪漏 十二年的妇人 记得那个 邪漏 十二年的妇人 记得吗 那个故事 OK 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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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境 一直一直不停 十二年都不停 OK 所以 OK 然后 然后她就 她就看到 耶稣 也说 在群中 在很大 人山人海 她就偷偷地去摸 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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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衣服 OK OK 那 OK 那 路加 对这个事情的记载 跟马可的记载 不一样 马可的记载 OK 我不要说不一样 几乎完全一样 但是缺了一点 OK 几乎完全一样 但是有一点 不一样 马可写 那个女人 她花了很多钱 她的钱都花光了 看了很多很多医生 很多医生 那医生也没有 没有办法解决 她的问题 没有把她看好 反而他们把她看坏了 她的问题更坏 OK 路加记载这个事情 他说他看了很多医生 他花了很多钱 他们的医生没有把她弄好 可是他们把她看坏了 这句话路加不写 为什么 你可以猜吗 路加为什么说 医生看他 他就更坏 为什么路加不喜欢写这句话 他自己是医生 所以他说 这句话不需要写 OK 所以OK 他是医生 这句话就不要写 其他的 都跟马可的记载完全一样 就是这句话他没有写 OK 这个算是有矛盾吗 没有什么矛盾 路加觉得有的东西不需要写 这个也没有什么矛盾 没有什么冲突 所以说我们可以承认圣经百分之百是上帝的话 也百分之百是人的话 OK 这个可是人的话 那这些我们可以知道 这些作者 马可是谁 马可是一个年轻人 路加是一个医生 马太是一个 其实马太很有意思 马太本来是税吏 可是 马太大概 没有人知道 他自己在家里 在房间里面 他也看了很多很多圣经 旧约 旧约 他们那个时候 他们说的圣经是旧约 马太 马太 本来就知道很多很多旧约 没有人知道 他也不愿意让人知道 后来呢 他信耶稣 他就做一个新招 后来他写他的马太福音 很多很多旧约 很多他引用 很多很多旧约 比认了别的福音书多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哦 马太本来对旧约 很熟很熟很熟 就很多的预言 很多 我都在马太 所以 我觉得 我自己对 马太很好奇 我自己觉得 很有兴趣 其实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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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们就可以 我们就可以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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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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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圣经 十一本书 虽然是有 有 至少有四十几个 作者 这个 很多 很多 券 文体 OK 很多券 小说 可是有十几个 作者 那每个作者 由他的 历史文化 有他的背景 有他的个性 有他的 喜 有他的这个 路加 他是一个医生 他觉得那句话 就不想写 太难过 OK OK 所以 OK 所以 每一个作者 都有他的个性 可是这个 OK 那 如果 可是 其实 圣经 所传的 信息 这个 我们下个 礼拜会 讨论 圣经 所传的 信息 没有 矛盾 没有 矛盾 旧约跟新约 也没有 矛盾 律法跟福音 也没有 矛盾 OK 如果你能够 了解 这个 你就知道 怎么看 圣经 OK 你们觉得 OK 那这样子 比方说 耶稣什么时候 解禁圣殿 这个问题 怎么解决 你认为 怎么解决 马太 马可 路加说 是耶稣 一出来 就去圣殿 里面 就放桌子 就打 鞭子 鞭 鞭 鞭 OK 然后呢 约翰说 是在他 最后一个礼拜 快要 被钉 十字架 耶稣 到底什么时候 解禁圣殿 你认为 这个问题 怎么解决 你觉得 哈哈 没有人说 我 解禁了两次 不一样的吗 有人说两次 OK 没有必要去解决 对我理解圣经 没有任何影响 OK OK 路红 我比较同意 我觉得 如果是 我觉得这个问题 我像路德 我像个经理 我不知道 如果你们可以解决 我的博士帽子 就送给你 哈哈 OK 我觉得 有的问题 路德会觉得 那么重要吗 那么重要 不知道就不知道 OK 也就是说 介财种 是世界最小的种子 那现在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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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树木系的教授 科学家 他可以让你看 一个比较大种 还有一个更小的种子 那 怎么解决 圣经的权威 有没有问题 我觉得 其实也可以解释 我觉得不是那么 这一个 对路德 有的问题 不是那么要命的问题 我就教给上帝 OK 就教给上帝 我还是相信 圣经里面 每一个字 OK 人 活的不是靠 食物 是靠上帝 口里所出的 每一个字 OK 圣经的权威 圣经的武 他就 我肯定 有的问题 不能解决 我就 尽力 你如果能够解决 我的帽子就送给你 OK 所以 I think 这个 所以 就是我不需要那么紧张 我可以承认 我的 我的 能力有限 想东西的能力 解释事情的能力 有限 我可以承认 我还没有到那个程度 如果你们到那个程度 哇 很好 我就 就可以 所以说 我们这是可以有个谦卑的态度 但是 我相信 圣经 每一个字都是从上帝的口出来的 因为 圣经 这样说 OK 所以 OK 所以路德 绝对不是轻视 圣经的权威 圣经的武 但是有的事情 如果不能解决 就不解决 如果没有答案 就没有答案 神明祭 29-29 隐秘的事 事实为上帝 那显现的事是给我们跟我们的儿女 有的事其实隐秘的就不知道就不知道 隐藏的 对圣经的同意性 圣经的权威 对圣经的 有一些解释 了解圣经的秘诀 那个和尚 那个老和尚 了解圣经的秘诀 有两个神 就有一个神 这个我绝对不接受 因为圣经说只有一个上帝 对不对 就有信律都同意 所以我不接受那个 那种解释太 太浮浅 OK 但是有一些东西我不能解释 我不接受 但是 有的问题不是那么重要 OK 接受太种 有的种子比那个小 其实我可以解释 当时他们认为 当时他们认为最小的种子 他们都认为这样子 耶稣就说你们都认为这样子 我不要用圣经 来研究植物学 对不对 OK 现在就早一点休息 好不好 OK 现在 有没有别的问题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不要客气 如果 如果你有问题的话 如果我不能回答 我就敬给你说 我不知道 OK 有没有问题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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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接受圣经的权威吗 圣经是神的话 但是圣经是神的话 但是 但是我们 信 相信圣经 不是说 因为相信圣经 不应是 因着恩典 就是相信 圣经 称义 对吗 因着恩典 相信 圣经 称义 对吗 没有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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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经 你不要点头 因着恩典 相信 什么 耶稣 基督 耶稣 诚意 圣经 只不过是一个工具 圣经 只不过是一个 管道 一个工具 对不对 让你能够认识耶稣 如果你看圣经 你相信圣经 每一句话 可是 每个字 你跟耶稣 没有那种 亲密的关系 信靠他 你看圣经 看一百年 没有用 对不对 圣经是一个 很好的工具 OK 我们休息到 我的 两点 你们的三点 二十分 好不好 休息十五分钟 可以喝咖啡 我在喝我的 潘滑海 谢谢 帮我 圣经的看法 OK 我们继续讲路德 对圣经的看法 OK 路德 百分之百 肯定 圣经是神的话 OK 圣经是可信的 是五物 没有错误 他非常肯定 所以如果有人说路德 怀疑圣经的权威 路德说得很清楚 你不相信一个字 你全部就不相信 OK 等于是全部不相信 但是圣经不是目标 是工具 美界 OK 这个我们明天会讨论 OK 所以 我觉得那个英国人 A.S. Gevington Wood 他写的那篇书 哇 非常非常棒 这个 Martin Luther Doctor of Sacred Scripture Captive to the Word 我的良心 我的思维之心 被神的话 卢去了 就抓到了 OK 所以OK 第二个 圣经的同一性 圣经没有任何的错误 没有任何的矛盾 没有任何的冲突 这个先后的冲 OK 圣经是一本书 不是好几卷书 而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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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说这个 这个有有有有 圣经传的信息 没有没有 互相的矛盾 OK 那 但是他问题是 在进一步 路德的解 是解经的原则 这个 这个今天下午 跟明天下午 讨论 比较详细的 路德的解经的原则 OK 那这个 这样 这样 OK 那 有的 OK 很大的一个问题 这个 Skevington 我就在这个 这个 chapter 15 他一开始提到 路德对理性的看法 路德对理性的看法 我们怎么 怎么去了解 OK 路德他说理性是魔鬼的太太 理性是魔鬼的太太 甚至他有时候讲更粗的 他说理性是魔鬼的太太 那个是大男人主义 Sherwin主义 所以 太太你要说什么 他就说什么 OK 所以理性 你要说什么 他就说什么 那这个 这个怎么 怎么去了解 路德讲的这句话 这个其实这个 这个也是在范书上讲的一句话 因为范书上讲的每句话都有人写下 但是这句话 这句话也 其实也 OK 有的人说 因为路德他说理性是魔鬼的太太 所以他说你要做一个基督徒 理性没有用 你把理性丢掉 那有人说 有一点 有一点奇怪 OK 有人说路德是第一个 存在主义神学家 有没有听过存在主义 你们刚才没有听过 这是一个西方哲学 有一个学派 存在主义哲学 OK 你们没有听过 非常非常的流行 很长效 我在读大学 OK 其实在台湾 在台湾 也是有一段世界非常长效 有一本书叫 一个作为William Barrett 一个美国哲学家 一个William Barrett 一个哲学历史 他写了一篇书 Irrational man Irrational man 中文翻成非理性的人 非常非常长效 因为我教会在台大对面 我台大的学生在那个时候 哇 非常非常长效 他就很非理性的 他这篇书里面的 William Barrett 他讲一句话 他说 Facts Facts are the enemy of truth 听得懂这句话吗 Facts are the enemy of truth 路风点头 你同意这句话吗 你是念科学吗 还是你是念什么 我是机械工程师 那个比较实用科学 OK OK But are the facts the enemy of truth 我自己 我就不能不承认 我听不懂 我听不懂这句话 什么叫 什么说 事实 是真理的头顶 You know Yeah OK 所以说 我觉得奇怪 但是 那个时候 非常的长效 在台大哲学系 哇 这个 我忘记 那个 有一个教授 我都忘了 很多名字忘了 OK anyhow 就说 I don't know 但是说 后来 非理性的人 存在主义 理性 OK 事实 无关紧要 主要是这个 这个事情 对你的意义 the truth truth OK truth is in 在你自己的心里面 这个意义 这个才是 才是真理 that that is the truth truth is inside you in your heart well 所以说 有一个 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 有一个神学家 一个德国神学家 叫做 Rudolf Bultman OK 他是一个 他用存在主义哲学 来搞一个存在主义 神学 他说 我们不能用理性 来看圣经 因为我们的理性 告诉我 一个人不可能 是水变成酒 就一下 一个人不可能 走在水面上 一个人不可能 就用手 摸一个 一个 下眼的人的眼睛 所以他看得见 不可能 我们都是受过科学教育 这是 Rudolf 我们都是20世纪的人 我们都是20世纪的人 我们受过科学教育 我们知道 这不可能 他说 没有关系 你的理性 告诉你不可能 你不要 你没有关系 你就说 这个主要的是 在我的心里 的意义 真理 在你的心里 我的这个真理 我心里的真理 跟客观的事实 没有任何关系 甚至客观的事实 无关紧要 主要的是 我心里 相信 耶稣开我的眼睛 耶稣 耶稣复活在我的心里 耶稣 耶稣 使我的焦虑 我的害怕 我的胆 的紧张 能够安静 安静 就像他走在怀面 平安 就说 OK 所以他说 主要是 这个对我的意义 我的理性 说 这些事情都没有发生 不可能 所以不可能 就不可能 没有发生 没有关系 我的理性 没有发生 可是这个事情 对我的意义 耶稣在我的心里 开我心里的眼睛 开我心里的眼睛 使我心里的 使我心里的 这个 风浪 平静下来 你觉得这种神学 你觉得好不好 我的信仰 跟客观的事实 毫无关系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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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福文他说 我是 我是根据 马丁路的 这是存在 他马丁路说 理性没有用 所以我是存在 主义神学 我是跟马丁路 我是一个 纯粹的路德派 所以说 问题是 这个 连耶稣 连他的名字 我们也不知道 他的名字 是不是耶稣 因为这个名字 有神学意 耶稣 是旧约的耶稣 是救主 所以这个有神学意 也许他生下来 他的名字 他的妈妈 不一定给他起名 叫耶稣 因为这个 所以这些人的记载 就是这个他们的意义 耶稣是我的救主 所以他的名字叫耶稣 说不定 他说不定 他的真的的名字是 路红 还是 还是 福利德 还是 思量 我不知道 所以信他的人 觉得他是我们的救主 所以他们就创造一个人 叫耶稣 但是没有关系 主要的 所谓的历史的事实 不关锦尿 我不需要历史的事实 只要在我的心里 OK 有一次 有一次 有一个 新闻记载 有一个新闻记者 去问他 一个新闻记者 去问 Dr.Boltzman 他说 Dr.Boltzman 你相信不相信 耶稣从事里复活 你相信吗 OK 那Boltzman 他就 他就想一想 一个人死了三天 不可能复活 这是他的回答 OK 不相信 可是他 他问题 这个是 不关锦尿 他复活在我的心里 所以 他说 我是前程派 我是前程派 福音神学 OK 因为在我的心里 他活在我的心里 所以 有的时候 我们 我们 我们复伙节 你们有没有唱 有一次是个 他活 他活 英文 你問我怎麼知道祂活 你問我怎麼知道祂活 祂活 within my heart 你沒唱過嗎 祂在我的心裡復活 所以我就是復活 你如果復活節 你如果復活節 從外 如果你唱這首四歌 在你旁邊 唱這首歌 祂可以跟你一起唱得很高興 你問我怎麼知道祂活 祂活在我心裡 祂活在你心裡嗎 祂活在你心裡嗎 祂就算是祂從死裡復活 就算是一個事實 可是祂如果沒有活在你的心裡 有用嗎 那我可以同意嗎 就算是一個事實 可是祂活在我的心裡 也沒用 可是那個不見了說 就說祂不需要 不見了說祂的復活 不需要是一個歷史的事實 那開玩笑 我不相信 所以Rudolph Bultmann 他的存在主義哲學 我記得有一次 我有一個同學 我在我的審訓 存在主義哲學是非常非常成效 所以我記得有一次 我跟你的同學 我跟他討論 我越討論 覺得越累 我就搞不清楚 我跟他討論 沒辦法通 後來我就說 你到底信不信耶穌 然後呢 他說這個問題不能這樣問 你要問我 我信 歷史上的耶穌 還是信仰你的基督 我信歷史上的耶穌 還是信仰你的基督 我信哪一個基督 我信哪一個耶穌 那開玩笑 如果歷史上的耶穌沒有存在 我怎麼有信仰你的基督 不可能 了解嗎 所以20世紀的存在主義哲學 20世紀的 你們沒有聽過 存在主義哲學 也許是早晚的問題 但是 存在主義哲學所信的耶穌 是一個小說的角色 存在主義哲學的耶穌 就像孫悟空 知道孫悟空 OK 你問 孫悟空 有沒有存在 他說 他在我們的文化裡面存在 開玩笑 他不是 他是一個... OK OK 你知道 所以這個耶穌根本沒有存在 那部分他沒有存在也無所謂 他在我的心裡存在 他說20世紀的人 如果你跟他傳福音 你跟他說這個耶穌 他是嚇人的人 看見 他走在水面上 他是水變成酒 他一直...他們不相信 他們都受過科學教育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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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說過科學教育 要不然我們知道 光應該是 particle 如果是 particle 就不是 wave 如果是 wave 就不是 particle 現在發現 兩個都對 所以你的理性不見得...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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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講出在主義神學 你們都搖頭 你們聽不懂 第二波 OK 第二波 台灣話 聽不懂 就聽不懂 其實我覺得無所謂 無所謂 反正我不知那一套 OK 而且... 而且... Boltman 這個二十世紀 德國神學家 他說 我是純粹的 馬丁路德派 他說 理性沒有用 他對路德是很大的誤會 誤解 OK 路德說 理性是魔鬼的太太 OK 他什麼意思 OK 路德的 約翰福音 約翰福音的四經參考書 約翰福音的四經參考書 他講 約翰福音第六章 他說 I am reluctant to surrender myself to cast myself hand and foot on someone outside myself 我非常不甘心信任一位 在我外面的人 不是信任我自己 我非常不甘心 我的理性告訴我 你不要信任任人 你信任你自己就好 這個我的理性 特別是信任一個 愚蠢笨到一個程度 愚蠢笨到一個程度 讓他自己被釘死在一個石架上 我怎麼信任那樣的人可以救我 我的理性 說這個非常不合理的 讓那個人 讓他做 變成我的救主 理性 理性沒有辦法了解 也沒辦法接受 他說 OK 但是聖經說 事實如此 聖經說 事實如此 那個定詞在石架上的 有代目將救了我 那我的理性就擺在一邊 我相信 這是路德對理性的態度 了解嗎 不說耶穌沒有定詞在石架上 不說耶穌沒有從書裡復活 開玩笑 可是我的理性說 一個定詞在石架上的救主怎麼會救我 連自己都不能救 對不對 理性 OK 那就OK 理性不是說跟事實有矛盾 可是說事實上 他是定詞在石架上 OK 他從書裡復活 我的理性說 我的理性說 不可能從書裡復活 OK 聖經的記載說 他從書裡復活 我相信 現在我覺得感謝主 現在存在主為神學 已經幾乎 已經幾乎都 都丟掉 為什麼 現在有很多 也是英國 我覺得這些英國 聖學家 英國來了 有一個聖學家 N.T. Wright 哇 他發現 耶穌的復活 的歷史的證據 比任何 兩千年的事情 的歷史的證據還更可靠 哈哈哈 真的 所以是 你沒有理由不相信 可是你的理性說 不可能 如果你已經決定不可能 那就 不需要討論 已經決定不可能 好的 所以 不要討論 這就說 路德對理性 不是說 如果你的理性 不是說你的理性說 一個人 不可能走在隨便上 不可能是隨便上 不可能是 如果你的理性說不可能 你不要相信你的理性 你相信 真的话 OK OK 所以 我自己想 如果Boltman Boltman Boltman已经去世 如果Boltman在天上遇到马丁路德 他说 马丁路德你真的还厉害 你是第一个存在主义神学家 路德他会说 什么 听不懂 听不懂 什么叫存在主义神学 OK OK 所以我已经不需要再讨论 OK 所以路德的 路德的试境法 现在我就讨论路德的试境法 这个是 今天就开这个题目 明天再继续讲 路德的试境法 第一个远 第一个 你们应该应该 我学生的证明 那个chapter应该很清楚 第一个他说 第一个解释圣经 了解解释圣经 第一个是按照他的文字 他的字句说什么 他的意思就是什么 他的字句说什么 意思就是什么 他为什么强调这个 他的字句说什么 他意思就是什么 因为当时天主教 那个时候没有存在主义的 OK 但是当时天主教 他们有一种 有一种解释法 其实他们有一种 所谓的四种 这个四种 这个我不要跟你们讨论 那是四种 四种解释法 那是第一种 是最重要的 叫做预言 预言的解释 预言不是限制预言 是一所预言的预言 知道吗 预言 有没有听过 OK 预言不是限制预言 是一所预言 是一所预言的预言 就是说是象征性的 哦 象征性的 OK 所以这个是最重要的 字句 是最不要紧 是那个象征性的 OK 象征性的 OK OK 所以这个预言性的 OK 比方说 路加福音 一二十二章三十八节 他们说 耶稣说 你们没有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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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刀子吗 他说没有 他说 OK 他说那你们就 就回去拿 你们没有 没有带刀子 你们就回去拿刀子 那有人说 主啊 这里有两把 耶稣说够了 OK 有人说 这里有两把 耶稣说够了 所以天主教 当时十六世纪的天主教 耶稣说 两把刀就够了 这句话什么意思 OK 如果找到那段门 他们说 你们没有刀子 就应该拿 他们说 主啊 这里有两把 耶稣说够了 路加二十二章 我没有 我没有记错 二十二章 三十八千 找到 找不到 OK OK 耶稣说 两把刀够了 什么意思 天主教的 神学家说 两把刀够了 什么意思 预言 预言 预言性的结晶 两把刀够了 在我们的神圣罗马帝国 有没有听说 有没有听过神圣罗马帝国 没有 我有这个欧洲的历史 欧洲的历史 在那个十六世纪 有一个所谓的神圣罗马帝国 其实那个是在他们的想象里面 那个那个帝国从来 从来不是神圣的 从来也不是一个罗马帝国 反正就是 有一个神圣罗马帝国 就是说 在我们的神圣罗马帝国 我们不需要 两把刀就够了 一把是皇帝 一把是教皇 就够了 有一个皇帝 有一个教皇 不需要很多什么 英国王 西班牙王 古代亚王 德国王 法国王 不需要 一把一个皇帝 一个教皇 两把刀就够了 我这种结经 两个人最喜欢 两个人最喜欢 这两个人是谁 皇帝跟教皇 我们需要一个教皇 一个皇帝就够了 这种结经 我开玩笑 耶稣说两把刀够了 耶稣说 在我们的神圣罗马帝国 欧洲的这个中国世纪 欧洲的这个那种 一个皇帝 一个教皇就够了 所以就说 这个是谁决定的 是教会决定的 他们的教会 他们一切的 一些事情都从教会论 教会论去工作 OK 他们说 在传道书 11章 第三节 这很有意思 我OK 我做心理辅导 心理治疗 我也遇到一些 犹豫症 犹豫症 就没有办法治疗 后来去自杀 自杀死 OK 我很难过 非常非常难过 他们的家人朋友 也都很难过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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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在这个时候 他们这个 传道书 第十一章 第三节 OK 树往北岛 往南岛 树倒在何处 就存在何处 OK 树往北岛 往南岛 OK 树往南岛 往北岛 OK 他们那个时候 是东方人 那些传道书 是东方人 所以他们先讲 南 后来讲北 他们是南北 不是北南 他们是南北 OK 树往南岛 往北岛 树倒在何处 就存在何处 你们知道 是什么意思吗 树倒在何处 就存在何处 知道什么意思吗 预言 预言的心的解释 预言心的解释 一说预言的语 哦 自杀的人 自杀死的人 不可能上天堂 不可能上天堂 OK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理论上 任何罪可以赦免 任何理论上 任何人 对不起 我讲慢一点 理论上 任何罪可以赦免 只要你去找神父告解 只要你去找神父告解 任何罪 理论上任何罪 都可以赦免 只要你去找神父告解 可是自杀死 所以自杀死的人不可能得救 不可能得救 现在我不跟你们谈 这个不得救不得救 你再去 我不介绍这种 树倒在何处 这个不是讲是杀死的问题 这个天堂要解释 OK 所以 但那种预言 最绿的 他说 你就按照 他这句话 说什么 他意思就是什么 意思就是什么 OK 按照字句 字句是最重要 是第一个 OK 最重要的 了解圣经 你按照字句 应该不会错 OK 不会错 OK OK 那 OK 那 那 那 有没有例外 OK 有没有例外 有没有 不需要按照字句 解释 OK OK 那 他也 他承认 有的时候 是有些象征性的 可是你要很小心 非常非常小心 要非常要保守 如果你要用一个象征性的 他说 有一个情况 如果那段 圣经 自己说 这个是象征性的 那我们可以 圣经 自己说 那我们就可以相信 OK OK 路红点头 OK 你那么想一个例子 OK 对不起 我不要靠你 但是 OK 你想一想 如果我们在 我们坐在一起 可以在大家一起讨论 你们会想 那一段 就在那种 他自己说 这个是象征性 OK 比方说 在约翁福音 第一句 大概是六句 OK OK 他们说 耶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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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朋友 拉撒路 睡着了 我们要去把他叫醒 我们的朋友 拉撒路 睡着了 我们要去把他叫醒 哦 他的门徒就吓坏了 他说 你要回到那边 你一定会被抓了 你这个 哇 就很危险 你不要去 OK 所以他的朋友 他说 如果他睡着了 他自己会醒 所以又是说 我意思是说 拉撒路死了 OK 那如果在这段 这段圣经 他自己说 这个是预言 OK 这个是象征性 OK 我们就接受 他说 他用睡一觉 就代表 死 OK 我们就接受了 OK 没有问题 OK 但是这个是很保守的 因为我们就可以接受 这个象征性 不是自举 不是自举 是象征性的 OK 我们就可以接受 因为耶稣自己说 是象征性的 OK OK 另外 如果圣经这个地方 说那个地方 是象征性的 我们可以接受 OK 能不能想到 例子 OK 不要给你们 不要给你们太多压力 但是 在加拉台书 在新约加拉台书 保罗说 这个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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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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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 撒拉 下家 跟撒拉 他说 在旧约里面 下家 是代表旧约 撒拉 是代表新约 OK 所以 保罗在加拉台书 就提到 创世纪 下家 跟撒拉 下家 是代表旧约 撒拉 是代表新约 OK 所以我们可以接受 这个是象征性 这个是所谓的灵异 所以路德 他非常不放心 所谓的灵异 接近 但是如果圣经说 你可以用这个灵异 接近 圣经自己说 那我们就相信 OK 另外一个 我今天不跟你们讨论 因为这个 我这个比较 他提到说 Analogia fide 就是说 你要先相信 你才能够了解 不要说你要了解 你才能够相信 OK 这个我就 我就把这个丢出来 我就因为 我明天会跟你们讨论 但是OK 但是还有一个 我自己 我自己 路德没有说 可是我自己 我自己认为 我可以接受 你要了解 原来当时的作者 或者说话 那个人 你要了解 他的用意是什么 意思就是 我就承认 圣经有 不同的问题 圣经有 很多不同的问题 有诗歌 有直接的 教导 有历史记载 有预言 很多人都OK No OK 但是你要了解 那个说这句话的人 他的用意 他的用意 或那个问题 是什么问题 比如说诗篇 诗篇有很多 那个是诗歌的问题 对诗歌性的问题 有时候OK 诗篇第八篇 踢到上帝的指头 你的指头所造的 天OK 那难道上帝 就像一个人 有两只手 十个指头 那我觉得 这个是相当性的 相当性 因为这个 这是什么样 这个是诗歌的问题 我就接受 我可以 我可以接受 OK OK 我自己认为 创世纪第一章 是诗歌的问题 诗歌 第一天 第二天 我觉得是代表 一段时间 可能几百万年的 每一个段时间 这个是诗歌性 OK 比方说 OK OK 诗篇第九 诗篇第四节 就是说上帝的翅膀 上帝的羽毛 OK 难道 所以你要看 诗篇 九十一篇 你说 我们所信的上帝 就是一个大鸟 那我觉得 不需要 这样 他用四个信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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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细节 以细节 36章 他是新 以细节 他提到 新约来的时候 上帝要为我们 开 为我们 动 心脏 为我们动一个心脏手术 Open Heart Surgery 为我们动心脏手术 把我们那个石头的心 拿出来 换一个肉的心 OK 那我 我 我 我可以 我可以 介绍 这个是 比较象征性的 OK 这个象征性的 OK 但是我觉得 这个要非常非常小心 你不要太主观 用你自己主观的 所谓的灵异结晶 哇 他给我的感动 这个就代表你 这个代表我 这个是代表 这个就代表你 这个代表我 所以 这个说 你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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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嫁给我 我要去 你 这代表你 有些录得非常保守 有的时候 你可以 你可以 接受 这是有象征性的 可是这个 要非常非常小心 你不要乱解释圣经 不要乱解释圣经 你不要说两把刀 什么 两把刀 什么 这个 这个 OK 那 OK 那 第三个 他提到 圣灵跟圣经的关系 OK 那这个题目 蛮大 这个 坚持到 灵异结晶 灵异结晶 那路德 他说 你如果 他说 圣灵 跟神的话 是分不开的 是分不开的 你需要圣灵的光照 才能够看圣经 OK 你需要圣经 才能够了解 圣灵的工作 OK 是分不开的 OK 那这个 所以路德也称 OK 他说 你不能 你不能 有 OK 你 OK 圣灵 跟圣经 是分不开的 OK OK 你如果 只有圣经 没有圣灵 不行 你如果 只有圣灵 没有圣经 也不行 OK 这个 这个牵涉到 很多问题 特别是 OK OK 那 我要跟你讨论 灵安运动 你们以为 灵安运动 是20世纪的 对不对 其实我告诉你们 不是20世纪的 16世纪 已经有 灵安运动 OK 有一些人 马丁路德在 Wittenberg Wittenberg 德国 OK 他跟他的同工 他的同事 他们在Wittenberg 这个改革 运动 就从那个时候开始 然后就Wittenberg 然后 有一些人 在Wittenberg的 北部 Zvickau Zvickau 也是一个城市 在德国 有些人也知道 他们也知道 马丁路德开始 开始 开始说出来 那个时候 这个时候比较快 这个信息比较快 OK 因为那个时候 这个印刷 才开始有印刷 所以可以写 可以印 所以 所以他们就知道 哇 有些人 他们觉得很好 这个天主教 天主教 他们很多很多 有什么买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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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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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所以 OK 所以 所以后来 在Zvickau 他们觉得 哎呦 他觉得 有一些 他们自己说 他们是 先知 有先知预言的恩赐 圣灵的恩赐 有一个 有一个 叫做先知预言 对不对 他们是有先知 预言的恩赐 OK 预言 大概 OK 这个 直接 从 上帝都用说话 OK 那 他们是那种 我自己 我自己的 我用 超级领恩运动的 了解 超级领恩运动的 那 路德 他们叫 他叫他们狂热派 狂热派 OK 其实路德 用德文 他叫他们 Svairmerai Svairmerai 就是像个 苍蝇 一个 很烦 所以 狂热派 一直 OK 所以 那些 Zvickau 来的 Zvickau 来的 他说 我们 现知预言的恩赐 他们就 他们就 到 Wittenberg 他说 上帝 猜派 我们 来与你同工 他说路德 你已经做了很好的开始 但是我们要 我们要帮助你 我们要帮助你能够更深入的了解 圣灵的工作 我们希望我们要帮助你 能够把船开到 水深之处 你有个最好的 你有个非常好的开始 但是你做的不够彻底 你做的不够彻底 OK 那他说 路德他说 你们怎么知道 他说圣灵直接告诉我 哦圣灵直接告诉你 他说 他说 他才派我们来预理同工 所以路德跟他同工 先有一段时间 然后欢迎 我们一起同工 可是路德跟他的同工 觉得越来越觉得不对劲 因为他们的灵异结晶 没有 比方说他们的灵异结晶 比如说 比如说他们旧约 提到巴比伦跟耶路撒冷 巴比伦跟耶路撒冷 OK 他说 这个这个这个 在这个时候 在我们这个 对我们现代的人 是16世纪的德国 OK 这个什么意思 这个 巴比伦代表你们 耶路撒冷代表我们 那路德跟他同工说 那个 那个 你怎么知道 圣经 圣经 有没有 有没有说 巴比伦是代表 我们 耶路撒冷代表你们 这个 圣经什么地方 你凭着什么 他说 圣灵直接告诉我 那这种灵异结晶 很危险 对不对 很危险 所以 他们就 他们就 越来越觉得 不对劲 他们有些教导 圣灵告诉我 圣灵告诉我 这个圣经里面 这句话 是这个 那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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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子 甚至 甚至 有的 圣灵 来的 超级灵安派 所谓的 有先知语言 他们说 他说 这个是圣灵的时代 你不知道 这个是圣灵的时代 这个 圣经是一个 古老的一本书 这个 你 圣经 你可以把它丢掉 我们 我们是上帝 说恩高的 我们上帝 说 我们是有先知语 你可以就 上帝 直接 用我们说话 你不需要圣经 你就听我们说 哇 就很危险 后来 后来 路德 路德跟他的同工们 他们就 他们说 那你们就回去 好 我们不需要你们 来跟我们通工 你们 我们 不欢迎你们 你们可以回到 被告 后来 就说 他们走的时候 他们就走了 他们就把 他们的 写着 那个 尘土 就 打 在地上 你们知道 把那个 那个 那个 尘土 那个 那个 那叫什么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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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咱 那个 那个 尘土 就 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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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掉 就 就说 他们就 离开 Wittenberg 他们就说 The Spirit The Spirit The Spirit 你们没有圣灵 那路德 跟他的同工 就 站在那个门口 说 The Word The Word The Word 所以一直到现在 OK 那 事实上 后来 后来 时间 也证明 时间也证明 后来那些人 再到别的地方 这个有一个叫 叫Münster Karlstadt 在一些地方 就这个 比如说 Thomas Münster 他们到一个地方 到一个 到一个城市 他说 我现在在建立 天国 在这里 我要建立 天国 我是 我是 大卫二世 我是大卫王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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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 你怎么知道 圣灵直接告诉我 我是大卫王二世 OK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是大卫王二世 我就宣告 所有的中产阶级上的人 都要把他们的财产 都要奉献 都要转到教会 如果他们不同意 如果他们不同意的话 把他们抓到城外 就枪毙 就要杀死他们 就要杀死他们 杀死他们 OK 所以后来 这个卡尔斯坦 卡尔斯坦 到另外一个地方 他也是 我也是大卫二世 那大卫的时候 老的时候 他就选几个童女 12个童女 做他的小太太 记得吗 他的小老婆 所以我是大卫二世 我选你 你们到我家里来 做我的小太太 哇 开玩笑 所以后来 后来时间也真的证明 这些人 这个灵案 OK 路德跟他的童女 他们就站在这个门口 The word The word The word OK Now OK Now I think 我自己想 这个灵案运动 已经过了500年 过了500年 那路德 路德 三次路德讲 过一句话 因为他们说很多什么 圣灵的直接 圣灵恩告 圣灵的启示 我不需要 甚至我在梦里 梦见耶稣来对我说话 什么 所以路德 讲过一句话 路德讲过一句话 就算是耶稣在梦里 说马丁路德 我爱你 我就说 我不要 我不要 我宁可 在这本书里 耶稣说 马丁路德 我爱你 我就相信这本书 就够了 OK 所以你会不会觉得 路德这句话 太过太极端一点 会不会太极端一点 如果 如果 如果耶稣在梦里 说 路德我爱你 你会不会说 不要 我全都有 OK 可是 路德说 耶稣爱我 我知道 因为圣经告诉我 OK 你 可是 他们就说 他们 离开 他们的 The Spirit The Spirit The Spirit 然后路德跟他们 The Word The Word The Word 那我说 已经过了 已经过了 五百多年 也有 也不一定是 灵恩派 不一定是 灵恩运动的 我听过 我听过 我记得有一次 我们大传传 我们这里 想到大传传戏 有 我们大传传戏 我们大传传戏 有一个弟兄 很好的弟兄 台北正理堂的 那他就跟 他在念大学的时候 在念台大 他就跟一个姊妹 开始谈恋爱 那他们就谈得很好 后来他们就决定 要订婚 决定要结婚 那个也是一个姊妹 后来两个人毕业了 就留下来 就工作 然后他们决定结婚 然后呢 他们决定结婚的时候 那个姊妹 不是我们这里 那个姊妹是 聚会所 OK 知道聚会所吗 OK 会所 OK 那么 在那个时候 这个大概是 几乎 四五十年前的台湾 至少四十年 OK 那么 在那个时候会所 他们说 我们是台北教会 你们其他的 不是教会 我们是 一个 他说 一个地方 一个教会就够了 一个地方 一个教会就够了 不需要 所以他说 他说 他说 在一个地方 我们不是聚会所 我们是基督教 基督徒聚会所 可是我们是台北教会 哦 所以 那个时候会所 对其他的 比如说 我们是台湾信仪会 这里 他们就 不是那么 接纳 OK 所以在那个时候 这个姊妹是会所 这个弟兄是 台北正理堂 那他们准备结婚的时候 我们 正理堂的同工 我们就跟他们说 你们结婚 你们需要决定 你们在哪里聚会 你们不能说 你在正理堂 他在会所 你们结婚 二人成为一体 你们需要 两人 同心 合一的 你们要决定 去会所 还是去台北正理堂 OK 不管你们的决定 我们都会尊重 我会尊重 所以后来 他们就决定 他们去会所 去聚会 所以我们就 我们就祝福他们 去会所 可是那个弟兄 然后呢 他偶尔 他会回来 因为他跟我们 他跟我们有感情 他跟我们有 已经 已经好几年 建立了一些 很好的关系 所以他又说 他回来 跟我谈一谈 跟我聊天 我们做的怎么样 那有一次 他回来 我就 我就很 我就很好奇 我就问他 我就问他说 你们在你们 恢复那边 你们 你们认为 我们是教会 还是怎么样 因为他们说 他们说他们是台北教会 那我们是算是教会 还是怎么样 他说 他说很好 没有问题 他说 我们是西安山 你们是八山山 OK 你们知道八山山 就要有一个八山山 OK OK 我们是西安山 你们是八山山 这个八山山也是一个很好的山 很不错的山 可是八山山他也知道他不是西安山 他也很羡慕 很羡慕西安山 就要你们八山山也很羡慕他西安山 可是他也承认他不是西安山 你们是西安山 我们是八山山 那这种灵异结晶 他们也不是不是不是灵异派的 会说绝对不是灵异派的 可是他这种灵异结晶 你觉得 好不好 我们是西安山 你们是八山山 那这种灵异结晶 从哪里来的 圣经 没有任何地方说 台北的聚会所是西安山 台北新议会正理堂是八山山 我找不到任何圣经里面讲这句话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一定是 大概他们的会所的一个灵修 他就觉得圣灵告诉 所以这个不一定是灵异派 有一种灵异结晶 其实马丁路德 马丁路德 他说 你们 你们超级灵异派的 跟天主教的问题都一样 都一样 那那个时候 天主教 很生气 他说 你们怎么骂我们是灵异派 灵异派也很生气 他说 你怎么骂我们是天主教 可是他说 其实你们两个人的问题 一样 你们的信仰里面 很多的 你们所信的东西 你们说 上帝直接告诉你 你们没有安 圣经里面没有说 没有说 没有说 你们是耶路撒冷 我们是巴比伦 圣经没有说两把刀 一个是黄帝 一个是教红 你们问题一样 他们都说 你怎么骂 所以他说 圣经最保守 最不危险的 圣经怎么说 我就怎么相信 OK 那如果圣经自己说 这个是有象征性的 拉撒路睡觉 那我告诉你 我的意思是说 拉撒路死了 那我就 圣经自己说 OK OK 那要不然 我就要很小心 那种 OK 那 路德 说 就算 就算 在梦里面 跟我说 马丁路德 我爱你 我说 不要 我就能够 再看圣经 圣经说 OK 那我说 如果 如果 我说 已经 路德讲这句话 我可以了解 因为 他们 把路德 就推到 一个 一个角落 那边 真的 他就 非常 非常 非常的 讲到有点 极端 OK 但是我可以了解 他为什么 讲极端 为什么 讲你 极端 因为 你们说 圣灵告诉我 我是大卫 往二世 大卫 选 十二个 同意 做他的小 他就 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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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就开玩笑 所以 他就 我就 OK 那 可是 我后来 我就想 我们已经过了 五百多年 那 现在 灵安运动 我不晓得 你们 Main 我讲这句话 我讲一点 灵安运动 在Main 还是在Boston 还是 东南 什么地方 一些地方 你们会不会 有一点 紧张 我觉得 过了 五百多年 这个福音派教会 跟 这个 有些比较灵安的教会 过了五百点 还需要 那么 绝对的 抵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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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对吗 不晓得 你觉得怎么样 我刚才说的 路红 如果耶稣在梦里 说 路红 我爱你 我觉得 其实我不是反对 灵安运动 我们在台湾的时候 我发现 灵安运动 带来蛮大的祝福 给台湾的教会 真的 给台湾的教会 但是 灵安运动 其实我在台湾 我不晓得为什么 我在台湾 那么久 我发现 我可以 有机会到 很多 很多 非常不同的 教会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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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导 他们都欢迎我 我不晓得为什么 他们信任我 我到一些 非常灵安的教会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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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道的时候 我说 你们圣灵的恩赐 圣灵的经验 非常非常重要 很好 带来台湾教会 很大的祝福 可是你们需要 一个福音神学的基础 福音神学的基础 很重要 很重要 他们就接受 那我到一些 非常奇妙真理的教会 非常奇妙性的教会 我说 你们可以有一点 圣灵的工作 也可以有一点 灵安的经验 也很好 他们都 他们都愿意听我 我觉得 我觉得 也很有意思 那 我在台湾 我跟我的同工 杨利亚 杨牧师 同工了 其实我现在 还是跟他通工 所以大概 至少有四十年 四十多年 快五十年 我跟他通工 在台北真理堂 我 我大概有二十年的时间 我自己 在我自己的祷告生活 自己在自己的房间里面 在我的祷告生活 有的时候 会用方言祷告 我没有学过的一个语言 我不想要什么语言 我会 会 我 这个 圣灵给我这个恩赐 我用方言道 我不敢 告诉杨牧师 我说 我怕 他会以为 我是那种 旷业派的 利亚运动 后来就不晓得 很巧合的 就有一次 我们就叫同学 我们在一起 他说 他也 大概二十多年 自己一个人 在祷告生活 也会用方言 他不敢让我知道 他怕我会 觉得 他是那种旷业派的 利亚运动 我就想 我们需要那么紧张吗 需要 我对圣灵的恩赐 如果有一点 圣灵的恩赐 其实 其实方言 你看圣经 你看新约 看格林诺天主 方言是最小 最小的恩赐 这个根本不是 你不需要 可是 我们需要那么紧张吗 有一点圣灵的恩赐 需要那么紧张吗 我觉得 五十多年 福音派教会 跟雷根派教会 已经那么 有一种 彼此 对立的态度 我觉得 我们可以做朋友 我觉得 在台湾 我们慢慢的 越来越 这些 我们就做朋友 我这个 发现 台湾的雷根教会 他们也 也成为 他们需要 有一个很好的福音 神圈基础 有一个很 激要的教会 我们 本来是蛮 激要的教会 现在就 接受一些 圣灵的恩赐 我发现 也很好 可是 圣灵的恩赐 要非常小心 要教导 教导 教导 不要变成那种 旷 热派的 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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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 可是 后来 我们看到 圣灵的恩赐 如果有 非常好 很保守的 福音社会教导 圣灵的恩赐 就发展 我就发现 一个教会 变得 我要小心 不要讲太多 因为你们 教会的 有教会的 原则 我不要讲太多 OK 但是 我就提 这个问题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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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 克斯斯说 路德 他说 你如果 没有 圣灵的光照 圣经没有用 可是如果 没有圣经的基础 圣灵的恩赐 也没有用 这个可以 你可以接受吗 如果没有 圣灵的光照 圣经没有用 可是如果 没有圣经的基础 圣灵的恩赐 也很危险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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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吗 OK 先讲到 这个 就 联根就 讲到 这里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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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w 这个 圣灵的光照 在 再进一步的 说 还有 analogy of faith analogy of faith 我要留到 明天下午 但是 今天下午 最后 最后 集点 我要提到 说 以经 解经 你没有听过 这个原则 因为说圣经你要了解圣经 最好的参考书就是圣经 比别的参考书好很多 OK 你听过这个原则 你知道是谁先说这个原则吗 也是马林路德 所以我说我要给你们介绍一个很好的师父 是我的师父 OK 马林路德说 用圣经来解释圣经 这是一个很保守的解经的原则 如果你用圣经来解释圣经应该不会错 你用别的参考书 至少要稍微小心一点 用圣灵来解释圣经也要 可是如果圣经 这个地方说那个地方解释圣经 应该不会错 因为圣经都是上帝的话 OK 举一个例子 OK 你能不能想到一个例子 OK 用圣经用圣经这个地方 用圣经这个地方来了解圣经那一个地方 能不能想到一个例子 如果我们是在一起面对外面 一定有很多人会从你自己的经验会说话 但是你们都mute 你们的麦克风都mute OK 我自己发现 我发现 有一次 我开始教福音神学 在中华福音神学院的时候 开始教福音神学 我发现 我一年闭子 我越来越兴奋 那同学们也越来越兴奋 那有一次 华神就请我 教一个旧约中的福音 旧约的福音神学 教一年 三个学期 我发现 用路加福音第一章 来了解创世纪第十二章 很有意思 用路加福音第一章 来了解创世纪第十二章 哇 非常 哇 就很有意思 创世纪第十二章 OK 路加福音第一章 很多很多的 玛利亚 玛利亚送 还有这个 这个 这个 是哪一个 哪一个 祭司 撒加利亚 是撒加利吗 还是可以 OK OK 他们的 他们知道 他们就开始 做诗 他们就唱诗 就每一个都提到 上帝给我们的 子孙 亚伯拉罕 给他的应许 现在就实现了 就应验了 OK 什么应许 回去看 创世纪第十二章 这个是旧约 这个是旧约 第一个约 我发现旧约 有三个 跟三个约 其实不止三个 可是有三个 跟新约有关系的约 三个约 我给第一个约 跟新约有关系的约 是创世纪第十二章 上帝跟亚伯拉罕 立约 他说 我要祝福你 这个约 有一个 对不起 我给你们上一个 系统三卷 这个约 有三点 一个祝福 OK 有三点 第一个 是一个 后议 OK 不是 第一个是一个地 我发现 给你一个地 第二个是一个后议 你的子孙要 跟天上的星星 比天上的星星更多 比地上的傻 还更多 OK 然后呢 一个应许 一个预言 OK 一个地 一个后议 一个应许 OK 然后那个应许 也有三点 这个三点 第一点是 我要祝福你 第一个月是祝福的约 我要祝福你 第二 你要成为别人的祝福 第三 将来因为你 全世界 各民 各主 各国 都要 被包括在这个祝福里面 哇 你如果你看这个祝福 这个上帝跟亚宝利的约 这个祝福第三点 因为你将来各 主 各 各民 各主 各国 各 都会包括在这个祝福里面 然后呢 玛利亚跟撒加利亚 他们做事 他们都说 上帝给我们的应许 给我们的 祖先的应许 就现在就实现了 什么应许 什么祝福实现了 这个祝福第三点 这个应许 这样因为你 不只是犹太人 被包括在我的祝福里面 全世界的人 可以包括在里面 各国 各 各民 各主 各国 都包括在这里面 哇 这个 只有路加 特别注意到这个 应许 现在实现了 为什么路加特别喜欢 注意到这个应许 实现了 为什么路加特别喜欢 特别注意到 哇 这个 上帝给 以色列 列祖的 应许 祝福 现在实现了 第三点 各国 各主 各民 都包括在你的祝福里面 为什么路加 会对这个 特别有兴趣 路加是外国人 他是外国人 真的 对 OK 犹太人 把犹太人 跟中国人一样 犹太人跟中国人一样 全世界只有两种人 不是犹太人 就是外国人 中国人也是这样子 不是中国人 就是外国人 犹太人 不是 所以路加特别是外国人 他说 哇 这个应许 终于实现了 我这个外国人 也可以被包括在这个约里面 在这个祝福的约里面 哇 所以说 用路加福音第一章 去了解 用创世纪第十二章 去了解 路加福音第一章 哇 就研究就开了 可是其实 你研究 路加福音 研究 创世纪第十二章 你说 这个时候什么实现呢 你说 路加福音 是说 这个耶稣来的 就实现了 耶稣来了 那个应许 那个祝福就实现了 哇 很兴奋 OK OK 我再举一个例子 因为时间不要讨论太多 但是 举这个例子 我在神学的时候 很多人问这个 被这个 这个 保罗 在 一幅说书 第一章用简选 这两个字 保罗在一幅说书 第一章 彼得 在 彼得 前书第二章 也用简选 有人说 如果是上帝的主权 来解释这个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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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难 如果 如果 有人没有被简选 他就 没有 他的份 没有 他就 不能说 基督 他就 要说 基督 他也不能 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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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了解 这个 这些 可是 我发现 后来 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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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被简选 你们 彼得 前书第二章 的题目 有人说 以赴所书的题目是教会论 有的系统神学书 以赴所书的题目是教会论 比特 前书第二章 也是讲教会 他也提到旧约里面被拣选 所以说 在旧约里面被拣选 没有任何地方说是某一个人被拣选 是一个民主被拣选 以色列你们是上帝所拣选的民主 哇 跟世界上其他的民主不一样 你们是上帝所拣选的民主 对不对 OK 那彼得前书也提到神明记忆跟词外记忆 彼得前书也提到旧约 所以说 如果你就说拣选 不是讲一个人 拣选是讲一个一群人 犹太人是上帝被拣选的 哇 新日来的 有一个不可思议的好消息 有的人都已经忘记了 有的人已经忘记了 那个给亚伯兰的应许 将来因为你 全世界都包括在这个福里面 所以说 任何人可以变成上帝被拣选的人 你要进来 你要加进来 就这样进来 就欢迎你加进来 你也是上帝所拣选的人 你拣选是一个团体 不是一个人 不是一个团体 不是一个人 是一个团体 你要加进来 你可以变成你属于上帝所拣选的人 当中 哇 我觉得那个拣选的位置就 好像 不是那么可怕 不是 不觉得那么 哦 上帝 这个 得救人上帝所拣选 他如果拣选你就拣选 你不拣选 你又没有 没有你的份 就是说 上帝所拣选的 在救援里面 是一个 民族 那在 上帝所拣选的人 现在 有一个奥秘 从创世以前所隐瞒的一个奥秘 现在在显出来 什么奥秘 现在所拣选的人 这个团体 变成 外国人可以进来 变成教会 上帝所拣选的人 变成教会 那教会 你要加入 欢迎你 你可以加入 你可以加入 那我觉得 所以 有的 有的 圣经的问题 有的人 我觉得很多年 我就 经理 就不懂 就不知道 怎么解释 可是 从 马丁路德一世 神学观念 已经结晶 你就开始 用这个 你就发现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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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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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 就不是那么 那么 口痛的问题 不是那么 不是那么 苦恼的问题 OK 那 我们这时候 到了 我的 我的嗓子 快压掉了 我喝 这个胖大 还是 我发现 我不需要 讲那么大声 对不对 你们都听得见 可是 我就 我太 这些题目 我就 不等不兴奋 我开始 兴奋 就讲 很大声 我可以 很兴奋 可以讲 小声 明天 你们提醒我 讲 小声 也可以兴奋 也可以小声 OK 我的嗓子 就 就 不会那么快压掉 OK 明天 你们的 我的十一点钟 开始 对不对 你们的 十二点半 我的十一点半 你们的十二点半 开始 这样子 我没有错 你们的十二点半 我的十一点半 因为我的教会是 十点半结束了 给我一点时间 回来 呼吸 我们 原来 说 定的是这样 对不对 对 十二点半 你们 机会 结束了 可以 轻松 轻松 吃饭 就 大概 大概 不能睡 午觉 但是 你们 已经 已经 不是 中国人 你们 是外国人 你们 没有 睡 午觉 的 习惯 我还是 有 睡 午觉 的 习惯 但是 明天 不会 睡 午觉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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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 一起 我还有 更精彩的 路德的 士敬法 明天 最精彩的 题目 所以你们 要看 这个 我教你们 看的 大概 明天 像我之前 看 这个 教材 第一页 很重要 第一页 很重要 然后 看 第一页 十三到 十五节 第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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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我太兴奋 第一页 那个教材 第一页 圣经是 目的的本身 还是 每一页 这个 看 这个 看 第一页 然后 看 这个 教材 第十三 第十三 十四 第十五页 三页 十三 四四四四五页 看这个 在 明天 在今天晚上就看 OK OK 我们就讨论 这个 路德的 这个 吃尽法 有更精彩的事情 OK 那我们一起祷告 耶稣 感谢你 主耶稣 我不能 我不晓得 怎么说 不能不承认 我看到一些 弟兄姊妹的 面孔 我觉得很高兴 很久没有 没有跟他们见面 我就觉得很兴奋 觉得很 很有 很有文心的感觉 觉得很 很多老朋友 就 再见面 就觉得 很兴奋 但是 我也不能 不承认 我也 讨论 福音圣语 我也很兴奋 看到你给我的福音 真的是 不可思议的福音 不可思议的福音 没有办法想象的福音 如果没有你的话 没有你的这些记载 没有圣经 我们永远不知道 你对我们的爱 我们永远不知道 你为我们所做的 是何等起票的事情 所以我们能够跟你 恢复关系 跟你有 还是有 能够享受那个 父子 父 女的关系 就成为你自己的家人 你家里面的 所爱的 孩子们 这个超过我们的 能想象的 好消息 主 谢谢你 谢谢你 因为我们同在 今天 给我们一天的 很 一起 我看到 我的电脑上面 我看到很多人的脸 没有一个人 打瞌睡 没有人睡觉 真的是 他们也就 被感染到 这个福音的 令人兴奋的好消息 真的是 是不可思议的 与我们同在 你就帮助我们 能够很好的学习 真的就 有一些新的得着 一些事情 看得比以前更清楚一点 就相信明天 你还有更多 更好的东西 要给我们 谢谢主 保守 弟兄姊妹 今天晚上 在家里 如果能够在家里 能够就有 轻松 愉快 休闲的时间 我就帮助他们 能够有 很甜蜜的 家里的 一个晚上 就休息 就享受 你的同在 谢谢 明天 把我们照 把我们 把我们 这个聚在一起 所以我们能够 继续就 了解更多 你的福音 你的圣经 你的话 真的变成我们 我们脚尖的灯 我们路上的光 真的越来越有光照 谢谢主 听我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Amen OK 明天见